今天另外,Alice 你的作品是不少的 但在這麼多的作品中 你覺得最難忘和滿意是跟誰合作 最難忘是跟家庭影響 有寄荊四座的感覺嗎 最驚訝的就是她過了幾招 怎樣可以令男人開心 或者應該怎樣讓我們女生舒服 我們應該怎樣去享受 沒錯 那個過程 沒錯,跟家庭影響合作時 我第一次嘗到拍戲 第一次拿著劇本、演戲 第一次對著家庭影響那麼大人物 是很緊張、很害怕的 即是你跟家庭影合作時 是第一次有劇情的 對 之前是動作片嗎 沒有 家庭影響很耐心地教我 家庭影看中你的性格 還是覺得你整個配合是否很適合 我很可愛,而且會很喜歡我的身材 你的身材跟… 最大應該是天然 第二就是剛好她的形狀喜歡 即是胸形 轉摩路過了,很開心 我超過了 因為你令那天的回合已經超過了 心理上也覺得很榮幸 謙謙… 你看過這麼多個案 對於你來說,最難忘是哪一次 最難忘是幫人佈置生日 求婚場地 又有試過做結婚的司儀 很多都是很日常的事 就是拿東西,真的會幫人交收 特別一點就有… 減肥做運動那次 就是她想堅持一個月做運動 是 不過最後堅持了三天就放棄了 她想你陪她做甚麼運動 就是跑步 我們在運動場跑了三天 然後… 跑了三天? 對 但不是連續三天的 連續?每次躲了多久 每次大概一小時左右 跑了一小時,跑了三天 第四天的時候,她就飛機了 沒有堅持下去了 你覺得為何那些人找你 又未必會找朋友幫她做這件事 可能有些事情想找陌生人去聊 或者… 可能他們覺得朋友就會… 不好意思 有一次很搞笑的 就是有個女生想吃韓燒 又不想自己燒 所以就找我幫忙燒給她吃 那燒肉是想吃的 還是你覺得她想來聊天 兩樣都有… 就是她想幫她燒賣 然後又可以聊聊天 那次校園性侵犯的案件 其實是否給了你一個訊息 那你怎樣去評論那件事 覺得那件事要做呢 那次她跟我說 她在舊營燒給別人性侵 她有很詳細地說過那件事 我發貼給別人知道這件事 看看大家可以怎樣幫她 後來也有人替她報警 警方也有找我去錄口供 後來也有找那個疑犯出來 有追蹤 也算是你先幫忙走第一步 我看到她是對的